4月還可以賞鷹 台中武林 福壽山農場 菊鷹 玉京鷹 以及普賢象鷹 正直花旗 不同於3月整片的櫻花海壯觀 4月的晚鷹各自在枝頭綻放 展現不同美感姿態 雲圓粉粉的菊鷹 一顆顆點綴枝頭 滑板綻放模樣相當可愛 趁著毫無雜質的藍天 非常美麗 從照射到我們的菊鷹上面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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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美的 福壽山農場的千鷹園 還有稀奇的玉京鷹 帶著捲編的花瓣 逐漸從蛋黃轉為粉紅 清新俏麗 白色的松月鷹 和後面黃色的玉京鷹 很漂亮 很漂亮 4月上山賞碗鷹 除了福壽山的菊鷹 玉京鷹 正直花旗 武林農場的普賢象鷹 也在枝頭上展現霸氣的姿態 不同於常見的吉野鷹 招合鷹的纖繫美感 普賢象鷹屬於最大型的櫻花之一 花朵十分巨大 花瓣最多可以達到五十瓣 近看中間的雌蕾 就像兩隻可愛的象牙 初開的時候花瓣是粉紅色的 隨著時間的遠地 會從粉紅色慢慢變成白色 另外松月鷹 也是屬於碗鷹的品種 滿開的松月鷹 就像舞動的芭蕾舞者 4月上山賞碗鷹 雖然不如3月壯觀 但也點綴出不同的美麗 據韓星將近陳台中採訪報導